营生在霹雳太平行路口的三鞋利打铁铺 在十一世千下走过了一甲子的岁月 六十多岁的打铁师傅罗坤贤生在打铁世家 他一生的打铁功夫都是学自父亲 自年幼就学习打造铁具 由于当年受教育不高 加上难以聘请员工 四十年前他和兄长从父亲的手上接过了打铁铺 经营至今已经是六十多年的老字号 用汗水和劳力为劳工市场提供手工铁具 罗师傅坦言打铁世留着血汗的苦差 没有多少人愿意做 在还没有锤打机和必失人力拉风的早期阶段 打铁工人很多时候都是被迫坐一天停一天 因为每完成一次打铁都会浑身酸痛 就算现在有电风机和锤打机减轻劳力 但是对于年轻人始终是肮脏的辛劳工作 没有人愿意接受 这是我的爸爸的手交下来的 他以前我们那时候很年轻 他火气又少又难找 然后我们自己跟他自己做到现在 罗师傅目前靠着打造一般的铁制器具 赚点钱过日子 但是岁月不饶人 六十多岁的罗师傅已经是半坐半停的状态 加上自己的独生女也不可能会接受打铁生意 因此哪天当他停下了手脚 卸下大半辈子的辛劳之后 这门经营了一甲子的打铁老字号 终究会走入历史 再也听不见叮叮当当的打铁声 NDP7霹雳采访不到